这节华人慈善夜昨天晚上在北京饭店拉开大幕 各路热衷于慈善的演艺明星高调亮相 而在这些人中呢我们见到了几位希克 少了原定出席的张艺谋 姜文等人 昨天的慈善晚宴尽管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盘云机 但在长长的红地毯上我们还是迎来了几位难得的希克 我刚到 他堵车我就稍微等了 从学校赶来的赵薇当初昨天最稀有的客人 自从当上研究生以来便很少公开露面的他 即便见到往日再熟悉不过的媒体 也像个学生似的不自然起来 是不习惯了已经不习惯出来了已经 对对对比较的休闲吧这样 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学生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 很平常 当晚赵薇始终于李亚鹏形影不离 而他此次现身的目的也主要是给好友李亚鹏打气 两人在现场只停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匆匆离开 因为明天早还要上课 明天早八点钟上课 赵薇同学为什么会特意赶来为李亚鹏打气呢 原来昨天李亚鹏的身份是 燕燃天使基金会代表 在活动中这个基金会当场获得了十万元善款 心情激动之下李亚鹏对王妃和小女儿的近况 也是有问必答 12月26号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希望大家多多来参加 趁着慈善夜李亚鹏赶忙和赵薇一起为自己即将举办的燕燃天使基金慈善晚宴卖力宣传 如果社会上大家能够每个人花一点力气参与进来 那就很大成就了 我们希望这是抛砖引玉这样 艺人可以进到那个艺人的力量 就是有媒体的关注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力量 其实就够了 是一个心理的 帮助宣传 帮助宣传 决析 将会有近70位演艺明星出现在李亚鹏夫妇举办的慈善晚宴上 而久未露面的王妃更被传出将借着此次机会付出歌坛的消息 他会录一首歌给这个基金会 但是跟付出无关 对于付出没有关系 也许是时刻担心的女儿 还没回答几个问题 李亚鹏便想找借口离开 哇 看真的太热了 暂时没有 因为我今年做的两个工作还没有结束 还要给他配音啊 唱主题歌啊 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 哎 李亚鹏